同学们大家好,我是Sunny,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课堂。 上节课呢,我们学到了TextD,讲的是一个发生在食堂里的小故事。 这节课呢,我们首先要来借TextD课后的习题,来回顾一下这篇课文的内容。 请大家把书本翻到第160页,我们一起来完成这几道题。 第一题,Volum geht es in diesem Text? 这篇课文讲的是什么? 这篇课文所讲的内容呢,概括起来可以说是, 一位德国女士在食堂吃午饭时,与一位黑人之间发生的误会。 误会这个词也就是,das missverständnis,所以这道题我们可以回答。 in diesem Text geht es um ein missverständnis zwischen einem schwarzen und einer deutschen bei mittagsessen in der kantine. 第二题,vorüber ärgert sich die junge Frau? Warum? 这位年轻的女士因什么事情而生气? 为什么? 这在课文的第一段有交代,因为呢,四台饮料售卖机中两台坏了, 所以在另外两台前呢,排起了长队, 也就是说,她对要排长队这件事情呢,很生气。 而原因呢,是因为她已经买好了饭,不希望她的饭凉掉。 所以这道题我们可以说, sie ärgert sich darüber, dass sie wegen der kaputten Getränkeautomaten Schlange stehen musste, und sie wollte nicht, dass ihr Essen kalt wurde。 第三题,was passiert dann,als sie an den Tisch zurückkam? 当她回到桌子时,发生了什么? 应该是,当她回到桌子时呢,看到一位客人正坐在她的桌子旁,吃她买的炸鸡。 第四题,wie her geht sie darauf? 对此她是怎么反应的? 对此呢,她很生气,并且呢,恶狠狠地盯着她看, 因为这位男士呢,没有任何反应, 所以呢,她干脆坐到了这位男士的对面, 并且呢,从盘子里拿了一些吃的。 也就是课文中所说的, 为什么这位女士要吃这位男士饭子里的食物? 这是因为呢,这位女士因为这位男士吃的,这是她买的那份饭。 所以我们可以回答说, 最后一题,wie verhält sich der Mann ihr gegenüber? 这位男士是怎么对待她的? 这个呢,在课文中也说得很清楚, 这位男士呢,什么也没说, 并且呢,不断地给她分享自己的食物, 而且在最后走的时候呢,还很友好的跟她道别。 也就是说, 他说得 nichts, 然后他帮她再来吃, 到最后他分析了她的女士, 他分析了她的女士。 好,以上呢,是针对课文内容提出的几个问题。 好,下面呢,我们来看看Sprechen部分。 这里呢,同样的,有好几个问题。 那么对于这些问题呢, 大家可以见仁见智, 来说说自己的看法。 好, 第一题, 这个故事想要说明什么? 例如,我们可以说, 这个故事中的误会呢, 是因为这位女士与这位男士缺乏沟通交流而导致的。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为了避免误解, 沟通交流非常重要。 可以说, 可以说, 为什么这位男士不想与这位女士交谈几句? 对于这个问题呢, 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猜想。 例如, 课文中说到, 他以为这位女士呢, 是饿了, 所以对这位女士的行为呢, 没有说什么, 而是非常友好而热情的呢, 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他吃。 所以可以说, 他是出于礼貌和友善, 而没有与这位女士再说什么。 也就是说, 因为他认为, 那女士有婚伤害, 从俗意和良心的能力, 他没有说什么。 第三题, 您如何评价这位女士的行为? 如何评价这位男士的行为? 请说明您的理由。 对这个问题呢, 大家可以有自己的评判。 例如, 我们可以说, 这位女士的行为呢, 稍嫌草率, 因为呢, 如果她能仔细一点, 或者呢, 能友好的与这位男士交流几句, 或许就能避免这个误会。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表达成, ich finde, dass das Verhalten der Frau ein bisschen leichter sinnig ist. Wenn sie vorsichtiger oder ein paar freundlicher Worte mit dem Mann wechselter, konnte er vielleicht das Missverständnis vermeiden. 那么如何评价 这位男士的行为呢? 例如可以说, 这个男士的行为呢, 是比较友好而礼貌的, 因为她将这位女士 怪异的行为理解为 她饿了, 并且呢, 自始至终对她都非常友善。 这种观点呢, 我们可以表达成, das Verhalten des Mannes, meine ich, ist freundlich und höflich, denn er dachte, dass die Frau Hunger hatte und verhielt sich sehr nett zu ihr. Wie fühlte sich die Frau, als sie bemerkte, dass sie das Mittagessen des Mannes gegessen hatte? Was meinen Sie? 当这位女士发现 她吃了这位男士的午饭时, 她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您怎么认为? 在这种情形下呢, 这位女士应该会感到 很尴尬, 并且呢, 为她刚才的行为 感到有些羞愧. Die Frau fühlte sich vielleicht verlegen und schämte sich für ihr Verhalten. Hadioudi, am nächsten Tag trifft die Frau den Mann wieder in der Kantine. Übernehmen Sie bitte die Rolle der Frau bzw. des Mannes und spielen Sie mit Ihren Nachbarn das Gespräch zwischen der Frau und dem Mann. 这道题呢, 就是 an大家来设想. 第二天, 这位女士 与这位男士 在食堂 再次见面的时候, 他们会说什么. 好, 那这道题呢, 就留给大家 课后去思考. 那么这一部分内容呢, 我们先讲到这里. 下面的时间呢, 我们继续来复习语法。 我们先来复习一些 OPVOL引导的 让步状语从句。 OPVOL表示 虽然尽管 它所引导的从句呢, 与主句之间 构成转折关系。 也就是说, 从句所描述的情况呢, 与主句中的事实呢, 是相抵触的, 但是呢, 又不影响 主句行为的发生。 例如, OPVOL wir uns ständig streiten, bleiben wir doch gute Freunde。 作为让步 状语从句的引导词, OPVOL经常 与OPGLEICH 两个词呢, 是可以互用的。 另外呢, 我们也学到了 TROSTEM, TROSTEM也可以 作为父子, 表示尽管如何, 仍然, ER HAT NICHT FILL GELD, TROSTEM IST ER ZUFREEDEN, 也就是说, 他没有多少钱, 尽管如此, 他还是很满足。 TROSTEM在所带起的句子中 是必须站位的。 关于让步状语从句呢, 书本第166页 还有一个练习,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里呢, 有一些图片, 要求大家呢, 用一个带有让步从句的 主从复合句, 来讲述这些图片的内容。 例如, 例句, 旁边这幅图呢, 是一个人 撑着雨伞 在下雨天散步, 也就是说, 尽管下着大雨, 他还是去散步。 OPVOL IS STARK REGNET GET ER SPATZIHREN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第一幅图。 这是一个小个子男生 在灌篮, 也就是说, 虽然他个子小, 但是呢, 他篮球打得很好。 也就是说, OPVOL IS STARK REGNET SPILTE ER GUTE BASKETBALL 第二幅图呢, 是一个高烧39度, 但是呢, 仍然在工作的一个男士, 也就是说, 尽管他生病了, 他还是在工作。 OPVOL IS STARK REGNET ARBITED ER 那么第三幅图呢, 是一个身材就为富泰的男士, 正在对着一大桌子的饭菜呢, 大吃大喝。 我们可以说OPVOL IS STARK REGNET IS STARK REGNET 虽然他很胖, 他还是吃很多, 当然这些句子呢, 我们也可以用OPGLEICH 或者TROSTEM来连接。 以刚刚我们讲到的第三幅图为例, 如果用OPGLEICH来引导, 那么就是OPGLEICH ER DICK IST, IST ER FILL, 或者呢, 用TROSTEM, 那么应该是, ER IST DICK, TROSTEM IST ER FILL, 好, 那后面的句子呢, 我们就不一一来写了。 接下来, 我们要来复习比例从句, 那么比例从句呢, 是由成对连词, ER UMZO, 或者ER DESTO来引导, 表示主从句中的行为 或者状态的程度, 成比例的增减, 连词ER引导一个从句, DESTO或者UMZO引导一个主句, 那么这两个连词, 后面呢, 都带起一个形容词 或者副词的比较集, ER引导的从句呢, 一般放在主句前, DESTO或者UMZO引导的主句中, 变味的动词一般放在 形容词或副词的比较集, 及其带出的成分之后, 例如, JER HÖR WIER STIGEN, DESTO SCHWERER ATMETEN WIER, 连此ER与DESTO后都分别跟了 形容词的比较集, HÖR 与SWERER, 便为动词STEIGEN放到了句末, DESTO引导的主句中, 便为了动词ATMETEN放在了形容词比较集之后, 再比如, 他越是勤奋地学习, 就越有更多的进步, 在这个句子中, DESTO引导的主句中, MEER这个形容词的比较集, 用来修饰FORTSCHRIGHT, 进步这个名词, 因此呢, 它们是一个整体, 便为动词MACHEN, 必须放在写容词的比较集, 进行所修饰的成分之后, 好,下面呢, 我们一起来做一下书本第169页, 比例从句这一部分的练习, 这道题呢, 是要将给出的两个短语, 写成带有比例从句的复合句, 我们先来看给出的例子, FRIUJ AUFSTEIN, 早起, FRIUJ IN SPET GEEN, 早睡, 这两个短语组合成的句子是, JER FRUJER MAN AUFSTEED, DESTO ODER UMZO FRUJER GET MAN IN SPET, 起得越早, 睡得越早, 第一题, Alt werden, 变老, sich langsam bewegen, 行动迟缓, 也就是说, 年纪越大呢, 行动越迟缓, 所以我们可以说, je älter man wird, umso langsamer bewegt man sich, 第二题, viel geld verdienen, 挣很多钱, wenig ausgeben, ausgeben是一个可分的集务动词, 表示花费, 付出, 这里要表达的意思是, 人挣钱越多, 就花费的越少, 也就是说呢, 挣得越多, 越吝啬, 这个句子可以表达成, je mehr geld man verdient, umso weniger gibt man aus, 第三题, haar lang sein, 头发长, verstand klein sein, verstand是理智, 理解力的意思, 这两句话合在一起, 要表达的意思是, 头发越长, 见识越短, 这就是以前对女性的偏见, 也就是俗话说的, 头发长, 见识短, 所以这个句子可以表达成, je länger die Haare sind, umso kleiner ist der Verstand, 好, 最后一题, alt sein, 年纪大了, viel erfahrung haben, 有许多经验, 也就是说, 人年纪越大, 经验也越丰富, 那么这个句子可以表达成, je älter man ist, umso mehr erfahrung hat man, 好, 比例总句呢, 我们先复习到这里, 那么复习到这里呢, 我们前面几个代言中, 所学到的从句类型, 还剩下最后一种, 也就是结果从句, 剩下的时间呢, 我们就来复习结果从句, 结果从句呢, 是由引导词, so das, 来引导, 说明主句的行为, 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 一般翻译成, 以至于, 结果从句呢, 是必须放在主句之后, 例如, ich verpaste dem Buch, 我错过了公共汽车, 以至于呢, 很晚才到办公室, 另外呢, 结果从句的引导词, so das, 也可以将so放在主句中, 用来强调形容词, 分词, 副词, 或者动词, 表示如此, 以至于, 例如, das Buch ist so interessant, das ist jeder lizen Walter, 这个句子中, so放在了主句的形容词前, 用来强调程度, 也就是说, 这本书如此有趣, 以至于呢, 每个人都想看, 好, 这里呢, 有几个句子, 我们一起来翻译一下, 第一句, 他经常出差, 没有时间照顾家人, 所以这个句子, 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 第二句, 他曾那么伤心, 以至于呢, 整晚都睡不着, 伤心我们可以用形容词, trau ich, 睡着, 也就是动词, einschlafen, 所以这个句子应该是, sie war so traurig, dass sie die ganze Nacht, nicht einschlafen konnte, 第三句, 天气这么好, 我们都想去交友, 去交友, 我们可以说, einen Ausflug machen, 那么这个句子呢, 可以翻译一下, 最后一句, 他激动的, 几乎说不出话来, 激动, 我们可以用形容词, er recht, 那么这个句子, 我们可以说, er ist so er recht, dass er kaum sprechen kann, 关于结果从句呢, 书本第170页也有大练习题, 这里给出了几个句子, 要求大家呢, 分别给它呢, 补充一个结果从句, 我们来看一下第1句, Herr und Frau Kowalski, Liven sehr sparsam, Kowalski夫妇生活得非常节俭,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大家可以来补充一个句子, 例如说, 他们生活非常节俭, 以至于连电视机也不买, Herr und Frau Kowalski, Liven sehr sparsam, so dass sie keinen Fernseher kaufen, 第二句, Die Familie ist so arm, 这个家庭如此的贫穷, 那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例如我们说, 这个家庭如此的贫穷, 以至于他们无法负担 这个孩子的大学费用, Die Familie ist so arm, dass sie das Studium des Kinders nicht finanzieren kann, 好, 这道练习题后面的句子呢, 我们就不一一来讲了, 留给大家课后来练习。